cinight 大家好 我是裝呈浮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面食料理 這是一道非常簡單又好吃的傳統煮食 菜名叫做家常炒米粉 告诉你,要如何炒出台味十足的家常米粉 准备的食材有 炊粉150克 高丽菜150克 洋葱丝90克 红萝卜丝30克 猪五花肉丝60克 泡发香菇丝 虾米10克 红葱头15克 这个炊粉呢 每一家出产的炊粉 使用方法都不一样 有的炊粉要先用热水烫过 像我使用这厂牌 它就不用用热水烫 它只要用冷水泡着就可以了 所以买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看包装上的使用说明 看它是要用烫的还是用泡冷水的 这很重要 背锅冷水 吹粉下来 就这样泡五分钟 时间到了把炊粉捞出来 泡好的炊粉已经非常松软了 可是太长了 把它剪短一点 等一下会比较好炒 调炒至大骨高汤200cc 盐一小匙 糖一匙 白胡椒粉一小匙 搅拌均匀 开火 沙拉油三大匙下来 红葱桃下来 转中火 把红葱头编制精华 金黄色熄火 先把红葱酥盛出来 再开火 再开火 虾米下来 香菇丝下来 好刷 放香了以后 猪五花肉丝下来 洋葱撕下来 红萝卜撕下来 大陆菜下来 酱油一大匙从锅边淋下来 炒出酱香味以后 炒汁下来 转中火 煮一下 炊粉下来 红葱酥下来 炊花 大豆 炊石 油 油 炊 investing 炊い 醬汁都被米粉吸乾了以後 烏醋一大匙進來 拌炒均勻 熄火 盛盤 最後再撒上香菜 這樣就完成了超好吃的家常炒米粉 炊粉用冷水泡開後 用剪刀剪成小段 才容易炒出乾鬆Q彈的口感 沿著鍋邊淋入醬油 炒出迷人的醬香味 下紅蔥酥炒出濃郁的蔥沙味 才是台灣道地好滋味 起鍋前淋入烏醋 才會香氣十足超美味 喔 口感Q彈 非常入味 喔 口感Q彈 非常入味 喔 口感Q彈 對 口感Q彈 非常入味 對 口感Q彈 非常入味